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覺得跟疫情來說有沒有影響 臨近的士林夜市 近年外國觀光客瑞姐 景氣大不如前 疫情衝擊影響大 人潮稀稀落落 業績更是掉到剩下一層 大門緊逼 另外招牌早已撤下 我們是一中房 練了一片漆黑 設備環境早已清空 業者請表示 整體商業考量 你知道這家賣到已經歇業了嗎 真的 什麼時候知道的啊 所以你平常都會來這家麥當勞嗎 沒有 高中在旁邊的時候 本來都滿驚訝的啊 租金太貴嘛 所以你平常會來藏這邊消費嗎 只要有來士林的時候 偶爾會來這邊吃 你知道這家麥當勞倒掉了嗎 我剛剛才知道 那你平常會來這家麥當勞吃東西嗎 蠻長的 還不錯啊 聲音都還蠻好的 那你覺得為什麼它會無意緊倒掉 會不會是有什麼管理上的問題之類的 會不會很難過 有 新年的消息曝光 臉書上網友各式一片哀嚎 本分表示相當的錯愕 同樣是林地區 在地經營超過30年 天母西路上面麥當勞 也是當地許多人其一象徵的地標 去年6月底也無預期期等好 新年將近一年 以前稱團主有只團願意接手神助 但是到今天為止 變外人高化 超出廣告看板 明年接連導電 像是舞台效益一樣 加上近日新冠肺炎 嚴重影響台灣官方 只看疫情盡快落幕 或是導電潮還沒有進去 中石店提到 麥當勞已經接連系列了 太高不倒 原來仍忘了台北士林夜市 每年吸引不少國內外觀光旅客 更是不少掏客並造訪的美食天堂 但今年隨著陸客減少 觀光景氣大不如前 許多攤商不抵掌珠潮 都提早拉下鐵門 士林夜市的退珠潮 也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了 而近日新冠肺炎 全球蔓延 不少地區都傳出疫情 國人繃緊神經做好防疫工作 這股疫情更是波及 嚴重影響台灣觀光 為士林劍潭捷運站斜對面 文林路與積合路交叉口 開了沒有幾年的連鎖藥妝店 日前也經傳洗燈號 自由本部四年前 以每個月百萬的租金 租下這個黃金三角店面 但是在今年二月初 已經巧巧地拉下鐵門 距離不到幾公尺 這邊是士林夜市的一級站區 在我身後甚至有整棟貼出出租的廣告看板 把鏡頭拉到假日 過去沒到週末 人潮落意不絕 一級站區大東路大南路 道路兩旁攤商淋漓 中間的零食灘更是百好百滿 逛街人潮前胸貼後背可說是寸步難行 全年疫情延燒後 週末記者實際走訪 甚至可以大鋪快走 逛街人潮熙熙落落 店家老闆就是等不到客人 不少攤商叫苦連天 更有業者低調受訪表示 近年陸客減少 疫情延燒之後 假日逛街人潮 業績都掉了一半 真的快要撐不下去了 所以你覺得影響很大這樣 對 很大 影響至少在幾層 它剩下一層吧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是吃飯時間 什麼都很清晰沒有人 就沒有人 以前沒有這樣子 那你覺得怎麼辦 就沒辦法啊 其實就看平行 沒有觀光客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肺炎 所以你們會不會擔心之類的 會啊 可是 還好嗎 人沒有很多 在吃東西就沒戴口罩 會不會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景氣上面 也會有影響這樣 會啊 很多店都倒了耶 你們剛剛這樣逛一圈下來啊 你覺得這個人潮來說的話 怎麼樣 蠻少的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疫情的關係吧 所以你覺得影響很大這樣 影響很大 所以你自己本身這個疫情的關係 不會影響你逛市林夜市 剛好來買東西所以還好 你還超少的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平日吧 陸客來台大幅減少 市林夜市逛街人潮更是冷清 許多名店生意慘淡 像是骨牌效應般退出商圈 可說是繼台北東區之後 另一個漲租退出潮的重災區 營運的狀況是每況愈下 然後差不多從差不多三年多前 就開始在收下貨 那原因是 不利休 大環境不好 路客又減少 這三個原因就 構成我們一些店家 業者撐不下去 就慢慢再出走 尤其是去年的時候 就很多出走潮了 去年的空店面 就將近80家 春節前 1月11號 我們大選完之後 大家期待說 是不是有一個新的氣象 新政府會有新的政策 原本期盼大選後 政府對於台灣觀光產業 有新的扶植 竟沒有想到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延燒 全民搞得心驚驚 逛街人潮更是慘兮兮 結果春節前又發生 那個武漢肺炎 很多店家就崩潰了 就被擊垮了 然後就有一波新的出走潮 現在空店面將近幾十加 然後還會持續增加當中 因為我們目前的防疫 是一級的防疫 一級的防疫 政府也宣導說 群眾不要往人潮擁擠的地方聚集 我們夜市也算是人潮擁擠的地方 除了觀光客沒來之外 我們國內的旅遊 或是逛夜市 這方面人數減少很多 少了五成以上 商圈理事長話說得好無奈 疫情發威後 整個商圈店家平出走 逛街人潮直接掉一半 店面開張那個契約 都是過年前 春節前打的 現在在裝潢 這些樂者應該是蠻後悔的 我覺得目前的首要工作是防疫 千萬不要在五張圈有確診的人 好不好 這個疫情擴散 我們現在手中就是防疫 每個星期一有請那個環保局來消毒 一些名醫代表也有發那個消毒藥水 然後現在市場管理處每天 每一個攤位店家每天有發兩個口罩 目前我們最主要的任務是防疫優先 防疫優先 其他的振興商圈增加來客量 提高營業額 等疫情穩定之後再來講 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 振興觀光先放一旁 商圈做好防疫工作才是首要條件 別忘了勤洗手戴口罩 只盼全球疫情盡快落幕 中時電子報 市林夜市變得好冷清 採訪報導